政府耗资超过8000万令吉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发和推行PADU 却不承认不解决PADU的安全问题 经历三个月后 也就是在3月31日注册截止时 仅1080万人完成注册 证明大部分人民对PADU系统没有信心 然而大马统计局总监拿督斯里莫哈·莫乌兹 而却声称 即便没有注册的民众也会自动注册 这项声明马上引起一连串的疑问 马华副总会长兼丹荣比爱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黄日升博士之一 PADU保安问题未解决之前 让全国3000万人口自动注册 PADU 犹如把全民的隐私和个人资料 至于泄露甚至被骇客盗用的巨大风险之中 黄日升质问 全国三分之二人口一觉醒来被自动注册 PADU 这是政府送给人民的愚人节玩笑吗 之前排队注册的人成了笑话 而三分之二基于担心个人资料遭泄漏 或被盗用而选择不注册的人民 却被强制注册 政府之前一再以失去补贴作为威胁 要求人民注册PADU 却一直对PADU的保安问题置入网络 避重就轻 无视人民对注册PADU后 个人资料遭泄漏或被盗用的担忧 也不愿承认这项计划失败 如今却以强制的方式 为全民自动注册PADU 等于是把全民的个人资料置于风险之中 黄日升促请经济部长拉斐茨交代 一 是否承认这项计划失败 因为无论注册或不注册 最后大家都一起被PADU 二 如果发生户口被害 或个资遭泄漏或被盗用的情况 政府是否会负责 三 整个计划从开发到推广 除了八千万令吉 另外还耗费了多少人力 物力和财力 马清总秘书素一方抨击 政府尤其是经济部在推行PADU上 如同喝酱油耍酒疯 没事找事 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时间之余 也导致政府资源白白消耗 素一方质疑 大马统计局总监 拿督斯里莫哈莫乌兹尔声称 未注册PADU的人 将在截止时间前自动注册 同时也承认 政府可以从各个部门 获取最新的个人资料 既然如此 那么政府这几个月以来 要求人民填写近40道问题的问卷 同时动用政府机关庞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所进行的实体登记工作 岂不是多此一举 白忙一场 也意味着PADU等于以失败告终 PADU从1月份开始注册 至3月31日截止 政府一再忽视民众 对PADU安全问题的关切 经济部长拉斐兹始终采取视而不见 避重就轻的态度 更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 严重违背了政府应有的责任 和义务 素一方也质疑 如果政府的登记目标仅仅是50% 那么以只有一半数据为依据 而推行针对性补贴是否合理 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有人质疑政府这一系列的操作 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 还是在制造问题 马钦认为 经济部长拉斐兹需要交代 这过程浪费的人力 物力 资源 人民有权知道 他们缴纳给政府的血汗钱 是否用在刀口上